迪士尼有很多的做法备受勾病 虽然是一个热门的景点 但是因为这些奇葩的规定 也引来了很多的诉讼纠纷 最近就有这么一个案子 说的是一位上海的大学生 去状告了迪士尼说侵犯了他的肖像权 说的就是玩在迪士尼乐园当中 有很多拍照的行为 而是未告知你之前就拍了 拍了之后问你选择要不要 所以这位同学就认为 这些照片的拍摄是没有经过他的允许的 所以就要告迪士尼 而迪士尼事实上在他的入园协议当中 已经说了 你进入乐园就表明你同意 你知情同意 那这个事情人家不乐意了 所以要求迪士尼返回自己的 118块钱的购买照片的费用 当然这个案子正在审理当中 其实之前也有人起诉过迪士尼 说的是迪士尼不让带食品进去的规定 而这个案子判决之后 目前迪士尼在带食品进入乐园的方面 做了一些松动不像以前那么严格 那所以对于迪士尼来说 可能他也要经历一些这样的纠纷 经历一下这些观众游客的角力 大家有些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什么事情也要追求一个公平公正公开 那在法律的框架下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我自己进入过迪士尼乐园 也购买过他的照相服务 其实自己拍照呢 在迪士尼乐园里面总是拍的没那么理想 但是他给拍照呢 拍出来的确实是不错 当然你得付出一定的费用 如果你觉得这个费用合理合适呢 也就付掉了 而如果你觉得不合理不合适呢 这就会带来一些纠纷 尤其是一个乐园他面向的观众 游客的这个消费水平不一样 所以这些事呢 在很多地方呢备受诟病 有很多的乐园啊游乐场啊 也提供这样的服务 结果呢被人家也告上法庭 所以在游乐场旅游圣地 你觉得未经你的许可 人家给你拍了照 最后你发现还不错 花钱购买 这样的事能接受吗 如果不愿意的话 又怎么办呢 马上进入中秋国庆的长假 相信你会进入到 很多这样的景点 也会发现别人给你拍的照片 还真是比你自己 给自己拍的要好看 那你会花钱买这些照片吗 就这样了 你会露就是我 我都在转发 我可以听说 那我就在那个地方 我留住好看 这些照片 你们看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